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超曲教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其实所有与艺术相关的很多作品都要练童子功 不光是练武术的 画画的 学音乐都有谈到童子功的问题 那我个人提到说原因呢 其实他没有 你听那个老师教 他也没有说过太所以然 说为什么练童子功 他就说你要没有童子功呢 再往下拉 就是当你往上走 你技术上没问题 但是当想你独创一家的时候 就是独书一家 独书一门的时候 他基本就没戏了 所以你永远是给人配对的 你不可能自己独创一套 那他就仅说这么一样 那为什么我遇到过一些人 他也说不出来 后来我们跟大家解释 这是我个人能理解的 在三岁四岁五岁之前吧 你比如说小孩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观念 那个时候他的很多行为是跟自己的原神有关系 所以在三四岁的时候 如果让这个孩子可以接触钢琴 拉提琴的就是跳舞音乐 其实大多都很多人去学钢琴了 甚至我听说连拉二胡子现在都有人去学钢琴 就是从钢琴基础 有一个音乐的基础 乐理的基础 而他学习的东西呢 就会在以后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影响 就是他的成长乃至于最后有机会独成一家 是跟他童子宫有关的 所以我能理解的就是 其实那个时候 那个孩子是用自己的原神或者副原神 就用自己的三魂七魄 在面对人这边所交给他的技术 这样就把他的魂魄的那一面 跟肉身大脑这一面 在同一件事情上 在学钢琴这件事情上就给打通了 所以就是精神与肉体是一体的 我觉得这话现在人听得懂 精神跟肉体是一体的 这样的话 那个东西出来 它就有灵魂 它是活的 如果你过了这个年龄 七八岁八九岁十几岁 再开始学小提琴 你即使学了钢琴 你只有肉体的技巧 你没有魂魄的生命 我觉得这话说就比较到位了 那为什么这么讲 其实很多艺术作品都有这个问题 电影 小说等等都有这个问题 小说还好了 电影呢就显得 电影舞台艺术就显得比较特别 就是它是直接的 而且它直接表现着编剧跟导演 它的对这件事情 人就是几个W加一个H 它如何把它 灌入这种生命的真实 当它想灌入生命真实的时候 它一定是导演或者编剧 还有一种内在的生命体物 可以透过人的这面表达出来 所以在电影里面 当一个自由的环境中 在很多电影里面就出现一些 类似预言啊 或者说类似于一种 生命的体处感 或者就是 就是当它一个大背景 是完全反思人的时候 还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它不会考虑人的肉体这边负担 它是一个人的精神 单纯反应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它最真实的一面 而它所用的语言呢 表面的表现形式呢 很简单 甚至有时候很荒谬 但是却很真实 为什么这么讲 这是昨天到今天 在推特上非常火爆的 我看了几个版本 但都是一个版本了 有些人就给它重新编辑过一些 这是1990年 八九六四之后 在香港拍了一个片子 叫表姐你好 主演的是郑玉玲跟这个梁家辉 那八九六四我们知道 那香港引起巨大的轰动 这是一个四集的电视连续剧 那郑玉玲的表演 是37军军长的女儿 大概是 因为27军军长女儿 因为八九六四的时候 当时27军是比较火爆的 就是在海外流行的说 他们杀人最多 他们杀人最多 然后呢 这个背景是 被群绑匪把他们给绑了 他到香港绑匪给绑了 后来那他就描绘说 你敢绑我 大概就是你敢绑我 当时我爹带着子弟兵过来 我让你们全毁了 我让你们全完了 他是一个在那个年代里 在那个年代里那是一个很荒谬的故事 但是呢 却完全应对了现在 就完全应对了习近平 刚刚拿出来的这个香港这个 叫港版的国安法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版权了 我以为啊 我给他稍微处理一下 我以为应该没有什么版权了 即使有版权 因为他是30年了 已经30年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视频 因为确实非常有趣 联合声明, 完啦 一国两制, 完啦 基本法, 完啦 到时港币大跌 金融大跌 股市大跌 楼价大跌 跌跌跌跌跌跌 老大, 我曾经刚才公言 我的股票 听到天保你这么说 那倒不是啊 还有天气有妈妈殉气无 不是啊 不是啊 苏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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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杀就杀我先啊 杀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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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我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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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主人, 当然是杀我先啊 那中国比香港大, 当然是杀我先啊 不是啊, 你先杀我先啊 杀吧, 来 不过呢 哈哈哈 死到想到你这么好笑 我笑你无知啊 我老头只是二十七军 你老头 这是军事上的秘密 不过如果我头上的头发有一条损伤的话 我老头只一不高兴 你知道他老人家啦, 脾气很差的 一到令下使弟子兵开过来啊 哼 到时联合声明, 完啦 一国两制, 完啦 基本法, 完啦 到时港币大跌 金融大跌 股市大跌 楼价大跌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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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我曾经刚刚出现公园 我的股票 不是啊, 听到天谱你这么说 那不是啊 这段视频本身很简单 他用的都是粤语 那我找两三个版本 后面呢 带有一些中文的字幕 对很多大陆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他的身 他们的表演 他们内在概念 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 而他应对的 为什么说一国两制完了呢 一国两制 这个 当时中英联合声明 在谈判的时候 开始于1984年 所以 那个时候 到了1990年的时候 已经有了 一国两制已经在 在谈一国两制了 所以 这是当时的故事了 然后 这里面就谈到说 1990年 这个 张坚廷指导的 郑宇玲主演的 表姐你好 这个 成为了完全预言的 就是今天 完完全全真实的一面 所以 也就讲说 习近平没有什么 太大的创新 习近平只不过是看了 表姐你好之后 然后 就提醒了他 然后 就出了这首活 所以 就造成了网络上非常 非常那个 那个女的形象 郑大姐 她叫她叫郑大姐 表姐 呃就是中国公安的 然后呢 说你列中 因中 港台当时的国情 政治立场不同 闹出了笑话 呃 但老球迷想 老老影迷感叹呢 这个太真实了 所以 郑大姐说自己是27军的 呃 军长的女儿 隶属于27军 如果老头子不高兴 你知道人老人家脾气不好 一生命呀 子弟兵就开过来了 到处联合声明就完了 一哥联合声明 中英联合声明 一国两制就完了 所以当时在谈判 当然联合声明就在前头了 基本法完了 那当时正在 李祖明他们正在谈一国两制 基本法 港币大跌 金融大跌 股市大跌 楼市大跌 跌跌跌 这是这四级版本的东西 这是很老的东西了 所以 但是呢 据说被列入黑名单了 呃 那这就非常有趣了 而昨天 其实这是讲的星期五了 星期五的时候呢 香港股市是 暴跌了百分之五点五 那结果 情节不仅仅是神预言 而且是甚至预言成真 那这个剧 据说变成人民内部矛盾 然后就就给下架了 因为张坚廷 张坚廷呢 支持八九六四的民运运动 然后呢 去年参加了反送中 所以 这里面的故事呢 就就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 他自己也认为呢 有可能被中共追究 有可能被中共 那这里面没有 呃 那撑警的就是梁家辉了 呃 梁家辉却是在 我们知道 支持警察的集会中 梁家辉出场了 那大家很多人骂他 说这个说哪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就是 这东西就是选择了 这个没什么可可可说的了 郑玉玲没听没太听到郑玉玲怎么说 但我个人觉得那个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这里面有趣的就是要承担责任的一般都是编剧或者是导演 这是肯定的 那如果港版的国安法在香港实施 有人提到有可能会展开一次就是大规模的类似八九六四的大抓捕 啊 类似八九六四大抓 因为一旦国安法只要一实施 你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苹果日报的一切就全都不行了 那与苹果日报类似的一些小的媒体可能会更就就更很快的就完了 因为当他们当你喊出天灭中共的时候 这是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罪 当你打出打起美国国旗的时候 这是与外部势力相勾结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香港 所以今天节目开场完我们先用一期比较有趣的故事 但是它里面确实揭示了一种 我觉得揭示了一种命运的东西在里头 编剧当时是当笑话在编 当闹剧跟笑话在编 但是呢 却完全应景了三十年后的今天的场面 所以今天发生的一切绝非偶然 仅仅是故事 而在故事中 其实人的真正的生活的一面 遇到的一面是个很简单的 不是很复杂 非常简单的一面 只不过人们认识的基点 在当时可能这个电视剧 大家看起来就觉得就那么回事 没有什么太多的 而且就是个闹剧 那大陆人看这些东西更觉得是个脑剧 但香港人拍东西就是这样 就像周星驰一样 环境迫使他 他们夹在夹缝中 环境迫使他 永远用一些表面极其荒谬的说法 去展现背后的真实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